我們先帶大家進到這個OneNote的群組 首先呢 您先進到這一個1234-1 KMOW.NET 那麼 您從右上角這裡 這裡 您要用訪客 我也不反對 用標準的會員也可以 標準的會員呢 您可以選擇用社群的帳號 授權登錄也OK 但是比較不建議各位用Facebook 因為有的是那個隱私比較嚴謹 那第二個呢 如果你想要用E-mail註冊也可以 你就按下面這裡 那就填好你的資料E-mail 但是這邊它會寄封證證信給你 你要去收信一下 那如果說可能 一般信箱沒收到 就可能在垃圾信箱裡面 就可能在垃圾信箱裡面 好 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那如果你覺得說我只有上兩次課 那要麻煩 你也可以來這裡訪客登錄 也可以 那您可以看到呢 上面這邊 按下這個之後會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下次呢 你就用相同代碼 打進來 這樣您的學習紀錄 閱讀紀錄 筆記 有加入群組課程 通通都會繼續使用 都會繼續使用 所以這個是一個翻轉學習平台 上面當然不只是我的 那您點進來之後 有沒有 這是有取得一個八位數的訪客代碼 對不對 好 您就可以把它記下來 萬一呢 沒有記起來 像我剛剛一樣沒有記起來 沒有關係 您進來之後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繼續看到剛剛那個代碼 有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找到 那您可以進到這個地方 進來之後 來編輯一下個人資訊 你把 這邊就打上你的姓名 或者你有 暱稱 我也不反對 反正都可以 這樣我會比較知道是誰這樣子 好吧 那 那 這樣是加入 進到one note裡面 那我們的資料放在哪邊呢 您一進來之後呢 是在所謂的 發現裡面的 課程 那你可以看到這有很多其他 老師的課程 我們的資料是放在群組裡面 所以你要切換一下 從發現這邊 切換一下 到群組 群組 這是班級的概念 課程比較像 只有教材 所以 我點到這個群組 那各位不用擔心 我們都在第一名 這樣有看到了 你不要跑到我昨天的 我昨天跑到雲林的 好我就點一下 在右上角有沒有一個加入 這裡有一個加入 你不要在這邊就等著他開門 你要自己夾進去 按一下 這樣你就會看到 我們今天這兩次 主要上課的所有資料 包括你手上那個講義 那個新制度的講義的 本尊在這裡 這有彩色版的 好有彩色版 那我們的簡報也在這邊 也在這邊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右手邊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裡是有連結 所以如果你要看我們上課的錄影片 點進去 這邊 我已經準備好這兩天了 好這兩天了 待會呢我就把它傳上去了 OK 來我把他們還給您喔 您進到 1234-1 KNOWW.NK